大家好 欢迎收看210周末开讲 明宇 最后一些独家曝光的身影 而紧接您来关注到林医师的案子发展到现在一个多月了 很多人在质问的是说 其实在帮类似的公司做门神的事情非常多 但是为什么就林医师查那其他的人查不查呢 有什么样的内情呢 今天我们节目现场要求到很多来宾 带您来关注到这些话题 首先为您介绍周玉寇小姐 大家好 赵有华先生 大家好 赖四如议员 大家好 好 以及呢在这个清明党的青年团的团长 辩辩阿峰 阿峰今天带来一些很特殊的影片 也是在最后的时刻记录万水姐姐的身影 阿峰您好 您好 还有陈慧文先生 大家好 好 确实呢 我想在座的很多我们都认识这个陈万水女士 还有宋楚瑜先生很长的时间 对于这个陈万水女士的离开呢 非常多的国人觉得极为遗憾 我们带您来看看这个陈万水女士 在最后的一段时间里头 给大家一些怀念的画面 这么冷静啊 考念省长时期的贴身随护 宋楚瑜红着眼 有些憔悴 明显瘦了一大圈 因为总统大选过后 他就守在病塌 陪伴太太对抗病魔 这首《花水幕》是宋楚瑜要送给太太的歌 政坛浮浮沉沉 陈万水始终紧紧相随 他这辈子最渴望宋楚瑜陪在身边 不爱政治的陈万水 44年前嫁给热爱政治的宋楚瑜 成了宋楚瑜心中最稳定的力量 一个非常好的老板娘 到官邸啊 到她家去 她就把这个吃的东西都张罗好 然后等到要谈公事的时候她就走了 遗憾没有机会再见一次亲切的老板娘 在宋楚瑜身边 陈万水会帮忙打点好政治以外的事 但只有两人独处 宋楚瑜一定是听老婆的话 民国58年 陈万水要升老大宋正远 那时候的宋楚瑜忙着教书改考卷 她告诉太太 那就升吧 陈万水没有怨言 即使这样过了40年 她依旧宠自己的老公 月亮牵着我的手 陪我走在回家的路 万水之歌继续唱着 但故人已经远离 当年的宋省长在玉山打电话给陈万水 老婆我很喜欢你 一句I love you 却迟了30年 哇 大家看 其实所有人都非常不舍 我平良心讲 宋楚瑜在政坛有争议 有人都仇家 但是陈万水没有 就是说不管敌对的政党或怎么样 其实对她都蛮怀恋 而且都蛮伤感 我们今天本来找一个亲民党的另外一个女性的朋友要来上 电话打过去她一直哭 从昨天哭到现在 就没办法上 所以讲起来其实她有她非常感人 而且非常让人家怀恋不舍的地方 大家都知道万水姐姐她其实是比宋楚瑜还连长 那她1940年出生 65年到美国共读博士 然后66年 12月26号结婚 生有一子一女 那1974年她们返家 然后因为宋楚瑜返台 因为宋楚瑜当蒋经国的总统的秘书 然后其实最主要就是2006年民口95年 那时候宋楚瑜在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离癌的消息开始曝光 然后此后其实我们看到她常常有一些病容 很多人对她那时候的病情都非常的关心 但是昨天的意外传过来 我们其实都还是非常的难够 昨天 对这个大家 我想大家有心理准备 那特别是当然因为这个万水姐姐她有很多亲密的朋友 那前一阵子我到大陆去她这个过去的助理在大陆的 他们也都就透露说她身体不是很好啊 可是今天早上我跟那个在北京呢她以前的助理的这个非常亲密的助理通电话 他们就一直哭 那其实万水姐姐有很多很好的闺蜜朋友 那我觉得很好奇的是这些闺蜜朋友哦 都没有变成她的贵妇的负担 这个事实上呢 大家不知道的是她跟那个 有些人可能知道她跟那个孙芸芸的妈妈 何念慈女士是非常好的朋友 因为在选那个总统啊跟后来的市长阶段 宋夫人有一个小小的办公室就在东华南路那里啊 那还是何念慈女士借给她的 那据说这个 他们都叫那个何念慈女士佩佩阿姨 说她那个从昨天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就一直哭 而这个在台湾其实像新冠集团哦 这个吴家的姐姐 那个跟她是非常好的朋友 甚至于彭雪芬女士跟她也是非常好朋友 为什么讲这些 就是说 我我们跑新闻这么多年 现在回顾起来万水姐姐没有负面新闻 但是她交了那么多的朋友 竟然这些贵妇级的朋友们 她还交了很多绿营的企业家的夫人是好朋友 大家都维护她来不及 为什么 因为她很体贴 那我今天真的是感受非常深刻 我从一个采访的记者的角度感受深刻是 我想知道说 我们怎么去跟宋先生或是她的家人联系 那她的这个身边的助理就告诉我说 你用简讯的方式一定可以这个表达你的意思 我就传了两封简讯 那一位是私人秘书籍的 我杨小姐可能有人认识她 另外一位是秦京生秘书长 你知道吗 我在我真的很感动 我的感动不是私情 而是你从这里看到 宋楚瑜先生 他治理他的团队在人情上的成熟 跟这个事故的真诚 因为在我的简讯传出去不到五分钟 从来都非常神秘 而且不跟外界接触的杨小姐回我电话 谢谢我们对她的这件事情 对宋楚瑜主席的这种关注 跟对外水姐姐的哀悼 我当时眼泪快掉下来 因为我认为这是因为宋先生常年领导他们 要对人情上面有即刻的回应 而且他很快的就说 我们一切都很好 那我说宋主席目前如何 因为今天苹果日报上写 宋主席崩溃 我看了很难过 因为我相信他是崩溃的 因为他从来没有 在他成长到这个某个阶段之后 他从来没有过过外水姐姐不在身边的日子 可是杨小姐告诉我说 整理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们会跟社会表达信仪的 这是第一封第一个电话 我这样讲的目的不是讲私疑 我的意思就是说 宋楚瑜先生的成功是有原因的 接下来我收到了秦秘书长的电话 秦秘书长在大陆 可是对每一通慰问的简信 他说我都会转给宋主席 那秦秘书长他要马上赶回来 那他的意思也是他受到的这个训练 就是当你对我们宋先生要表达一些 这种情谊的时候 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必须立刻回应 立刻回来 所以我的家人在旁边亲眼看到 他们告诉我说怪不得宋先生这么懂得民意 我今天真的非常非常这个深自测清测废的感受到领导两个字 这是一个很这个令人难过的一个绝情 可是我真的看到了这个团队后面 为什么万水姐姐会让大家尊敬 他的助理是哭了一个晚上 那对我来讲万水姐姐有私疑也有恭情 在私疑上面他在我发生很多新闻事故的时候 其实他是支持我的 可是他在公开的场合他有他的身份 那么在我的新闻的生涯当中 他是唯一的一个采访对象 你觉得他把你当朋友 而不是媒体的运用工具的一位官夫人 周姐这个部分可不可以再说一下 因为老实说要演亲切 也很多人会演 很多事故者会演 那像您这样看人这么多 您觉得陈万水女士对你来说 一个这么老道的采访者 看到陈万水 你觉得他的真诚跟一般的人 到底在哪边是不同的 其实这个万水姐姐她很喜欢做两件事 一件事就是当没人 我想那个年轻人大家都知道 她很喜欢参加婚礼 对不对 没结婚的女记者 她常常要帮人家介绍男朋友 然后人家嫁得好了 她为人家祝福 所以她说她医生里面最喜欢的就是看到新娘子 所以我们做那个记者的时候 这个她会关注你有没有男朋友 第二 她的助理都知道 她最关心人家吃饱了没有 就说你有没有吃饭 所以以前我们每次参加那个晚会的时候 或说酒会的时候碰到她 她都会问你 哎呀吃饭了没呀 你知道她讲话声音很好听吗 那她的衣着其实一直不是非常的华丽的 可是她都还蛮 因为她年轻的时候长得很漂亮 很健美的那种脸 这个又是直的头发 她以前的头发是流行的 是这种直的然后这样弯起来的 不是就是很那个时尚级的 那每一次参加这个酒会 因为以前你知道国民党时代的官夫人 跟现在是不一样的 都是那种正经为止 要穿旗袍头发要卷脚的那一种 然后就是 当然我不认为他们戴戒指有什么不好 就是他们都要表现这个 我们的国家的这种高级官员的富裕 可是在满场当中 你就会看到那个 唯一的一个没有什么首饰的人就是她 我今天还问了她的助理说 她真的不喜欢名牌吗 他们说她也不见得不是特喜欢 或是特不喜欢 但是她知道适可而止 可是她有一个一般人没有的习惯 连我都没有 就是说我们常常参加公开活动 会有那种小礼物 是 有没有 有的时候是一个很不起眼的钥匙链 或是一个小小的礼品 她说 外水姐姐都会把她带回家之后呢 把她登记起来 所以她有个小本子 她小本子里记录的 都是她的生活里的所接受到的点点滴滴 是 换句话讲 她其实很用心 那她这个用心就不是 她不因为你的职位的变化 而有变化 就像我们在新闻工作里面 有不同的工作岗位 是 有一些人是比方了 在我做采访主任的时候 她可能天天打电话给我 对不对 可是如果我没有这个职位了 她可能就不理你了 我想这种人比较多 可是 我不是因为要特别赞美她 我真的讲到她 我觉得 她确实是一代的风范 她把一个配偶的配角的角色 活得跟主角一样 而且她用主角的这种定义 来诠释受处于夫人 承班水姐姐 所以我今天跟她海外的朋友就讲说 你们不要难过 因为今天台湾的所有的反应 让大家觉得 外水姐姐真是值得 她自己生活的精彩 所以像是这个周玉寇小姐 是因为一个非常资深的 采访经历的过程当中呢 有一些很贴近的故事 我自己在2000年总统大学的时候 我是负责跑送厨余先生的阵营 那跟这个陈外水女士 有几面之缘 她不是话很多的 会马上过来的 但总是笑眯眯的 让大家觉得是非常亲切 我觉得其实刚才像周姐 特别奇的 我觉得陈外水女士的形象 确实非常好 在脸书上有很多 二十郎当岁年轻的朋友 其实对于过去这段 这个台湾的历史的发展 都相对印象很模糊的人 但是他们对于 陈外水女士的印象 是非常好的 有一个年轻人告诉我 她才22岁 她说她看到 陈外水的新闻的时候 她当场在这个电视前面 几乎要流下泪来 她觉得她是一个 非常好的中华民国 一个重政治人物的 太太的表率 所以我觉得对一个人 在离开之后 能够得到这么多人 不分党派的评价 是很正面的一件事情 今天表面阿峰 在我们的现场 我稍后会请阿峰来讲一下 因为是在最后的 比较近截力接触 陈外水女士这段时间 因为在这个拍摄 最后影片的过程 尤其是在总统大学的时候 有非常多的接触机会 阿峰昨天晚上休息的很少 因为知道了消息之后 她几乎是连夜的 到今天剪出了一些 过去这几个月 半年的时间 有一些测拍的记录 这是外水女士的 最后的身影 我们带你来看 这一段非常珍贵的画面 是谁海星路苦风雨 我长大 是谁无私便白发 守候这整个家 是谁让我累了 还有个怀抱 是谁给我一辈子的爱 我难忘怀 母亲海星路苦风雨 我长大 母亲是四面白发 守候这整个家 母亲让我累了 还有个怀抱 母亲给我一辈子的爱 我难忘怀 母亲像月亮一样 照耀我将门烧 神剑多懒 只想发出爱 一步 好 这就是这个陈万水女士呢 在这个这次帮宋楚瑜先生 在最后学术过程当中 其实他已经病得很重了 很多人都知道 他戴的这个是假发 拖着他的这个 生病的身体 到处的还是在做 最后的一个冲刺 阿峰我想感触很多 您今天用的这首歌 其实就是用母亲 来形容成外水女士 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在这一段时间 您跟成外水女士的一些相遇 然后她跟你这么近距离的接触 您她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我想你的感受应该很深刻 我想生老病死 是我们人生毕竟的一个过程 这我们都很明白 但是昨天这个下午听到这个消息 我们还是悲痛不疑 那很多名言说主席崩溃了 我想不是主席崩溃了 对那个 很多我们的团队 在这个选举过程中的这个朋友们 这个昨天晚上开始 就一直打电话给我 我就说是真的假的 他们还不敢相信吗 不敢相信 每个人都在哭 然后我们能做的就是 想说把她的这个广告 因为最后广告的时候 我帮她拍摄 我们有很多侧牌 我们想说把她 仅是这个有画面 因为我想说 这不只是母姨的典范 我想说这怪夫人的典范 也不为过 是 我们大家这个亲眼的可以切身去感受 阿风我想跟您请教一下 就是说 因为其实在最后 其实这五六年来 这个陈万水女士身体都不是非常好 所以常常也进出医院 但是讲一些就是 陈万水女士 尤其你们相对她说很年轻 他们怎么跟你们来做一些相处 是不是像周姐讲的 就是帮大家介绍男女朋友 就像其实她以前是帮宋圈要介绍女朋友 但介绍到最后 她自己变了宋太太 他们在美国的时候 或是就是为你们吃饱了梅 这样子非常亲切的问候 是这样子吗 我跟主席跟万水姐姐认识 是在2006年 那时候倒变的时候 那时候在红山局的时候 那个歌 我每天在那边唱歌 然后台上唱完 半夜都在下面唱 因为民众都不走 然后所以我在下面唱歌 认识的时候 他们就是每天陪着民众 一起坐在地上 不是坐在椅子上 在地上 反而我还坐在椅子上 因为我拿吉他 在那边唱歌 每天每夜 他们就是固定 11点开始 就陪着我们两场 那时候建立了 革命情感 然后他们很喜欢 有一首歌叫做 谢谢你 所以那时候 后来台北市长选举的时候 他就把那首歌 拿去用 因为他说里面的歌词 他第一次听就觉得 好像是 他要跟万水姐姐讲的话 谢谢你歌词 然后也像跟 台湾人民讲的话 直到201 这个上市的总统大选 在万水姐姐那时候 出来帮我们的时候 其实我们非常不舍 因为我们在拍 拍那个CF的时候 我们在摄影棚 像现在摄影棚很冷嘛 是 他穿着这个 这个羽统外套 他一直冒冷汗 其实我们就知道 是 对吧 他不舒服 可是我们关心他 他反而是 你感觉不到 他是个生病的人 你不觉得他是有病的人 他反而对我们的关心 多过于我们对他 反而是他在逗我们开心 他说些什么呢 他都一直很幽默 比如说 他很喜欢我唱歌 他也很喜欢唱歌 我说好 那我们选取完 不管怎么样 结果怎么样 我们下一个月一起唱歌 他说好 去唱KTV 对 他说好 然后他马上讲一句话 他说阿峰 可是我们两个去唱KTV 好像怪怪的 我说好 那我为了你 我开一家好了 就只要为你能去 就类似这样 然后所有的 讯航温暖 几乎都是 不是我们在照顾他 变成是他在照顾我们 那我们觉得就是 说包括很多学生打电话 那时候学生 现在搞不好 今天都有人毕业 打电话来说 就哭 痛苦的时候 他们在想说 那时候工作情况 让他们完全感觉不到 他怎么可能是一个 官妇人的感觉 是 他就是非常非常亲民 就像跟妈妈一样 所以说 我觉得他是台湾人 所有的母亲 我觉得不为国的典范 所以我写的母亲 这首歌 然后配照的画面 希望 也希望让台湾人 永远记得 我们有万水姐姐 是 其实台湾人在这些年来 当然看过宋省长 也看过陈万水 然后 大概在台湾的土地 309个乡镇 看过他们走过的 万水千山 那今天有媒体写说 老宋政治最后一路 万水姐姐陪走 因为最近 宋楚瑜随后在台中 市井二分级 贾慎行 因为上个阴公 鸡寮城级促死 那早年他当省长 贾慎行跟着他前省 319乡镇 上山下海 出生路死 从来没有一次厌言 没想到才会贾慎行 送行没几天 因为宋先生有去参加 这场告别事 那很多人就看到他 眉头身索 而且就是非常哀愧 那他说没想到才几天 最亲爱的陈万水离开 对宋楚瑜更是双重打击 宋的有人昨天说 贾慎行对宋相当忠心 他先陈万水一步而起 也许是先去探路吧 要让宋楚瑜不要担心 陈万水找不到路 其实我们都觉得很伤感 但是接下来我们还有更多陈万水的故事 马上回来 你不要走开 戴着耳环在近前照啊照 这44年前在美国要出嫁的陈万水 这一劫法 两人堪秀走过 风风雨雨 这一首《花水木》是宋楚瑜几天前 转载要送给爱妻的歌 政坛几起几落 陈万水紧紧相随 尽管他这一辈子最渴望 宋楚瑜陪在身旁 别再陷入政治泥闹 无奈 1969年要是老大宋正元 陈万水自个儿送医院 跟他说快生了 宋楚瑜忙着改学生卷子 竟然回答说 那就生吧 尽管丈夫忙国事 陈万水总是能一肩扛起 内外扮演写内作角色 一口流利的英文 也帮宋楚瑜加分 镜头下每个画面 是夫妻俩最真实的互动 万水之歌继续传唱 然而故人已经远离 哇 其实陈万水 因为大家都知道 他比宋楚瑜年纪大一点 今天《中国时报》 李鸿言是宋省长的救赎 那时候水利处长 李鸿言也常上我们节目 那他讲 宋楚瑜私下其实是很听万水姐姐的话 大家看 其实你想到他的灿烂的笑容 还有关心的一些耳语跟叮铃 有时候都会 就是说 心里都会有 很深的感觉 那时候两颗子弹以后 我们知道 那个苏如 赖苏如是帮连颂打官司的 其实那时候跟他有一些接触苏如 其实我觉得万水姐姐昨天离世 那我觉得很多人都感到非常的悲痛以及不舍 不管是不是清明党的朋友 其实我是觉得 我有一些好朋友他们也都非常的难过 那刚刚看到他一些的一些影片 其实我听阿峰讲 我觉得我内心也非常的一个不舍 那我记得 我大概是在2004年的时候 那时候连颂大选诉讼 那连颂输了 结果就是要验票验册 算是全国的第一次 所以我们律师团 大概足足忙了一年左右的时间 因为打了诉讼 那我那时候不认为说 我跟万水姐姐见面的时候 我不认为她是会认识我的 因为那时候可能比较不是很多人认识我 但她看到我第一句话就说 辛苦你们了 谢谢你的帮忙 我那时候觉得非常的温暖跟感动 而她那个感谢是出自内心的 她不是有一些政治人物 可能就是表面上讲一下说谢谢 其实事实上 内心有没有谢谢你不知道 那因为我们那时候是 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个律师 大家都是义务的 不资任何的薪水 然后就是义务在 没面没理 在那边做验册跟验票 这样的一个工作 所以她也知道说我们的辛苦 那荣获就是一句话 然后一个握手 一个跟你讲温暖 那时候其实很多的律师 都非常的感动 那我觉得万水姐姐 给人家的感觉就是 当然有她的幽默跟风趣 可是我觉得 我最敬重她的地方就是在于说 她的真诚以及温暖 就她的笑容都是展现 笑得非常灿烂 可是内心怎么样 我们不晓得 可是出去外面 就是你永远就是感受到说 她对人们的一个关怀 以及对人家的一个温暖的那种心情 我记得上次有听一些亲民党朋友讲 她说他们去菜市场 因为她菜市场都人员非常的好 然后大家 那时候大家还不知道 她原来是宋楚瑜 宋主席的太太 那但是认识她 就觉得说 一定菜奇亚家 人员都非常的好 所以她的真诚 她的一个温暖 是让人家觉得非常的怀念 那至少 至少我觉得 真的是要 要希望说宋主席也能够节哀顺便 那因为毕竟我们 如果是佛教徒 因为太过悲痛的话 他会舍不得走 所以真的是要祝他一路好走 如果说大家也可以帮他送经祈福 让他能够在 去天堂的一个 这个西方极乐世界 能够走得更加的顺遂 是 其实当然知道宋楚瑜先生 从他2000年 这个声势最高峰 真是只差一步之遥 几乎就要当中华民国总统了 那历经了到现在12年 总统大选之后 我觉得宋楚瑜个人 在台湾社会的评价 大家自己就会有个攻断 可是陈万璇女士呢 就是陪伴宋楚瑜 这么长的时间 她却是一直维持 她自己一个特有的风格 就像刚才周一寇小姐讲的 好像没有什么负面的声音 大家对她都是很正面的 万璇姐姐是一个 非常活泼开朗的女士 其实她个人非常优秀 她这样的岁数 中心大学的工厂管理系 毕业之后 她到美国 Berkeley跟宋楚瑜 是念同一个学校 在那个时代里头 她是非常前进的女性的 那但是嫁给了 这个一个要从政的 这个男士之后 我觉得很多的人生 就会反转 她早期还是在 这个外商银行工作 所以我们看到陈万璇女士 她说她最渴望 宋楚瑜留在她身边 另外我们来看 今天头版消息 苹果日报 陈万璇女士病逝 宋楚瑜崩溃 我们没有特意要来 凸显这个字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 对于至亲的人走 就会非常的难过 但是我还想请阿峰 跟我们说一下 就是我刚特别讲到 因为宋楚瑜先生 她在台湾社会 众人对她的看法 其实有个很大的转折 我相信陈万璇女士 一定非常清楚 尤其是最近的几次的选举 你在旁边看 万璇姐姐 她一定看得清楚 这个势头怎么样 结果是如何 可是还是要继续帮先生的时候 她怎么跟你表达 她的这个心情 其实就像刚刚拿 拿这张 这张是我们上次 在派的CF广告 然后 那时候我们就说 要先写稿 她就说 我就说那 万璇姐姐 你先说出 你对主席的想法 或者对选总统的想法 那其实 万璇姐姐说 她很 最不希望的 全台湾最不想 送先的选举就是她 不希望她再碰政治 但是 因为她是她的老婆 妻子 所以 她要准备要这么说 她一定支持到底 然后甚至在最后一段话 广告是写说 他们在夫妇在 有生之年 一定会在为台湾 希望再进一份心理 那我觉得这 就是一个 不就是一个 最传统台湾 这个妇女女性的典范吗 我们就是实话讲的 加鸡水鸡架构 他知道有点是不可为 但是因为先生得做了 所以自己也只有撂下去 因为宋先生 我私底下跟她谈过 第一个 其实万璇姐姐是反对她参选 所谓台北市长 反对 那一天是在台大法学院吧 当张昭雄跟我们讲 说宋先生要参选的时候 她来听取我们的意见 我们告诉她 宋先生应该不宜参选 你尤其是贬送会后 那张昭雄会说 她会把这些话 带给万水姐姐听 然后2012的大选 就是我们讲的2011好了 2011那个时候 宋先生他要出来 要联署的整个过程 那我就跟吴坤玉讲 我说这样 万水姐姐身体不好 我们能不能去医院看她 那第二天吴坤玉 他马上跟我回了一通电话 他说谢谢我帮她联署 谢谢 谢谢我帮她联署 那至于说这些不要 那总官来讲 那我还是认为说 万水姐姐是八个字 可以形容她的一生 叫待人已成 做人厚道 那事实上那你昨天 仔细去听记者会 李同豪也好 吴坤玉也好 他们讲话不是没有火器 这个火器他印证了一个 如果万水姐姐真要追究的话 或者宋先生真要追究的话 这是一个医疗问题 是 其实刚才这个有华兄 讲到一个重点 因为这一阵子 我们在政台上听到了一个说法 当然没有完全的证实 就是为什么 其实媒体都报道说 陈万水女士是死于某某癌症 可是我们看到清明党 昨天出来开了记者会 他是说不是癌症 而是肿瘤 而且特别讲到是手术 会不会舍到所谓的医疗纠纷 可是清明党方面 又不太愿意把这个话讲出来 所以中间会让大家有一些空间 这到底是为什么 是万水姐姐不追究 是 我们只能讲是万水姐姐不追究 就跟董哥刚刚那个2006年的 那个整个的过程 就是那一次开刀而延期的 是 其实 这个事情就是他们并不是当成禁忌 而是因为 他是宋服员 那如果他们说多了 那就感觉到这件事情 好像是要去追究医院 可是宋先生在 今年的 就是一月的总统大学之前 他曾经接受过一家电视台的 非常长的这个专访 其实他自己亲口讲 证实了说 万水姐姐他当时 其实他原来是子宫的问题嘛 那就是有类似不好的 大概癌细胞 所以在切除的时候 他亲口讲 他说因为医生没有把手术手套换掉 就在手术台上把他的肠子 就移回这个他的腹部 所以使得感染的东西影响了他的肠子 那在发现的时候 再动手术已经就是就好几次 那我自己听到的这个他的很亲近的助理是说 其实他是很痛苦的 最后是非常痛苦 那万水姐姐他不希望这件事情张扬 不是说他们不愿意人家去追究他的病因 而且他怕这个社会去追究那个当时的医院 或是就是动手术的医师 那因此他们本来要这个 本来宋先生家里面的人 就昨天万水姐姐在中午去世的 他们是希望把丧事快快的处理 就是一两天之内立刻处理完之后 才对外宣布 他们本来都不想先讲 对对 所以不愿意 他们是本来就是完全不要惊扰这个社会 就是希望说他很安静的把它处理完之后 可是医院方面 流露了消息 因为有一位 就李同豪他还在那个时刻 还跟宋先生打电话讨论这个 关于这个立法院的事情 他还说那个时候他都没有察觉嘛 那所以这件事情他就是 就是你知道吗 因为他是这么有名的一位夫人 他很怕这件事情 这个节外生枝 因为发生在自己身上 刚才讲到2004年 我是听说一件事 其实跟外水姐姐有关 就是说 那天晚上在计票 插了那么一点点的时候 不是中央党部跟这个竞选总部 其实都有点乱 大家下一步要干嘛呢 在外水姐姐旁边的人 告诉我说 当时在中央党部里面 坐在那里不肯走的是外水姐姐 因为他说不可以关灯 因为他说这个 他要 他说我们要抗争 可是连宋在竞选总部在开会 还没有结果 所以他们就 他的所有的外水姐姐旁边的这些 清明党的副总统的这些干部们 都守在中央党部 曾经有人 巴德路中央党部 有人要去关灯 要说要这个 熄灯了 要这个休息了 是 他不肯走 因此连宋总部的人 开完会之后 回到了这个党部 这一群人走上街头 这个是 就是说在他去世之前 他也不准人家讲 所以那天晚上 比较有坚决抗争意志的人 叫陈外水 这个是很特殊的一个 就是说 所以为什么 陈外水他不是 只是做配偶 他在关键时刻 就像雷洪源说的 他是有他的主张 而且他主张是有道理的 可是他竟然有方法 让一个湖南 螺子脾气的宋楚瑜 能够相信他 而且他们夫妻 可以这样子四十几年 那一定是 这位女士是有智慧 是有聪明的 我觉得他真的是 一个典范型的人物 对 真是典范 大家想一想 今年国际社会 可能大家最不舍的是贾博斯 就是他故事 那台湾呢 台湾我们当然最近 可以看到艺人大兵 大家都讲大兵的好话 大兵其实没有那么好 我平常先讲 我们今年还会怀念谁 陈外水跟凤灰灰 我真的讲 就是说 他在台湾人的身逻辑里面 凤灰灰可能用他的歌声 那陈外水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这二十年来台湾社会的 哪一些角落 有他曾经走过的足迹 那等一下回来 我们再来讲 柔情似水 然后这段整个过程 马上回来 12月26号在这里结婚了 发现38年以前他要嫁给我 发现38年以后 他还舍不得丢掉我 老夫老妻的半嘴耍甜蜜 这一刻只能成为追忆 昔日片段不断涌现 一上午宋楚瑜在林口家中休息 家户病房住院50多天 陈外水终究走不过生死关头 宋家决定不设灵堂 不办公计 管谢碾香 马总统宁仲表示哀悼 陈外水女士的过失 我们感到非常的难过 因为她过去给外界一个 亲切善良的印象 隔空表示追念的 还有宋系大将 花林县长傅昆奇 幕后给她最大的鼓励力量的推手 就是万水集结 让她能够没有任何后不自由的 为台湾人民来打拼 痛失爱妻 宋楚瑜情绪崩溃 尤其上个月跟她几十年的天山随护 台州市警二分局副分局长贾慎行 激劳成疾猝死 当时宋楚瑜感叹 生命无常 难过不能自己 没想到这个月 解法四四年的陈外水 撒手归去 宋楚瑜有人昨天淡淡一句 或许贾慎行 找夫人一步而去 是去先探路的 要送去 不要担心陈外水找不到路 但这沉痛的双重打击 令人不声唏嘘 刚才马总统说 这个陈外水女士的善良 我相信跟她接触过的人 尤其是近距离接触 其实很多政治人 我们看 好像表面上形象不错 但是你去问她 跟她接近的人 不见得会有好评 可陈外水女士 却是越靠近她的人 大家都会有很多 很不舍的心情 其实我昨天晚上感触非常多 因为我还记得多年之前 宋楚瑜先生到中国大陆去采访 去访问的时候 她以陈外水女士的名字 跟她弟弟万水千山 来说明就是两岸的一个过程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宋先生跟陈外水女士的感情之深 然后把这个万水千山的名字 融入到她想要在讲 两岸的关系当中 我觉得实在是让人觉得很 很不忍心 但是我觉得 我想要回头想请教她挥问 我们看到这个 我觉得这是一个 这样子的政治人物 在台湾有这样的地位 她的夫人离开之后 这么低调 不设灵堂 不公寄 我其实心里非常非常的佩服 因为他们不想惊扰各界 所以我们出来说 他们不就是说 感谢大家的挥问 但不接受任何的 什么这个包括花束等等 我觉得这真的是 简单低调到 让我们大家觉得说 实在是很不容易 对这个宋主席 还是说万水解疑的意思也好 就是说决定这样子 做处理的话 我觉得各界当然是尊重 我觉得像这个 宋主席在领口那边 我想记者同意 也不必要拍了 你掉资料方面都可以 至于刚刚各位前辈 谈到的病情跟病因 我想昨天这个 李同安委员跟吴坤云讲 那就照他们家属的意思 这样子处理 这么的低调 刚明宜提到说 宋淑谊主席 宋省长起伏很大 本来是省长 其实全台湾现在 也只有一个省长 因为已经动省了 差一点当总统 又差一点当副总统 特别最近这两次的群 包括06年的台北市长 跟这次的总统大选 当然宋淑谊主席的得票 都跟他以前那个风光的时候 有相当大的落差 可是宋淑谊主席有起伏 万水解疑没有起伏 刚周杰讲说没有负面新闻 董哥我举个例子 我想最近观众朋友看到 林毅市的案子 待会我们要谈 你看彭爱嘉在立法院跑新闻 因为他是我们记者同业 他以前只要说 我对阿峰讲个什么不礼貌的话 马上就爆出来了 我说我跟顾名互相互凹一顿 那个事情都会 我举个例子说 如果陈万水在这个 他当宋淑谊主席的这个期间里面 如果跟媒体的互动只要有一次或两次 任何的这种言语上或什么的 早就记得早就写了 是 我们刚刚看这个这样的一个各位的讨论说 他有没有在宋淑谊主席的时候搞个贵妇团 他有没有开个后门 收个珠宝 收个什么收购礼券什么的 没有 他没有那种官夫人的价值 其实我比如讲说在周美清之前 我最近跟董哥我们一直在谈 就是周美清因为他 虽然马英九从政演很多年 但是周美清比较少在目前 就是说马英九当总统之后 周美清才比较多 因为他辞掉赵峰英雄的工作才开始 就在周美清之前 其实陈万水跟一般的官夫人是不一样的 刚刚周姐提到那个钻戒 朱光宝 其实阿峰刚刚讲一句封建的话 我也是比较那个 就是母仪天下 那是那种比较理权的 对阿富汗来说是像妈妈的样子 对 我知道他的意思 我一说陈万水他就没有那个样子 他就像是这种隔壁的妈妈或什么 他不是说我是宋山长的夫人 我可能要当第一夫人什么 他没有那种价值 所以才能让他赢得这么好的评价 那我想说这个宋主席最后两次选举 就目前最近这两次选举的选举结果是一回事 这个不会影响我们对万水解决的怀念跟看法 对啊 因为我最早接触就是那时候 宋真卖读辅仁大学时候 然后坐同学的机车摔倒 然后就送去和平医院 我跟那时候台北市长阿扁我们去看 然后就碰到 我有点有印象因为时间也很久 那我那时候觉得这个女孩子家教不错 因为他躺在病床上我跟阿扁 陈水扁嘛那时候就跟他 所以我后来就说这女孩子受他母亲的影响 那后来陈万水姐姐他就跟我讲说 你的观察室很对的 你儿子像我 那当然有这样的接触 那后来当然在联宋配那时候有更多的接触 但是那些毕竟是比较政治层面 但是大家刚刚看到马总统讲 他是一个很善良 很就是说很亲切的 这个讲的其实是完全对 而且万水姐姐 他在马朗九跟宋楚瑜中间 两个湖南离子中间 他其实也扮演了一个论娃的角色 在政治上有他的功能 当然他最大的就是他 他其实是一个爱交朋友的人 就是他是真心真意的喜欢交朋友 所以我曾经问他的这个旁边的人说 这个夫人到底喜欢什么 那也很难讲他喜欢什么 他喜欢所有的朋友 大家聚在一起吃饭 或者说聚在一起唱歌 他喜欢唱歌 而且他这个 阿峰应该知道他特别喜欢唱 许如云的歌 好像是他很喜欢唱的 他有几首他特特别爱唱的歌 而且他因为他的这个主动伸出的手 所以他容易帮宋楚瑜化解这个敌人 那事实上像 据说在就算连宋在这个不和的时候 其实连宋文在外面的场合 碰到了这个万水姐姐 还很很亲切的立刻要叫宋妈妈的 那更别讲说 夏万常的这个女儿们 他有三个女儿 他跟宋正麦一只是好朋友 所以这个并不因为政治有分离 那宋就万水姐姐最知名的那一次 就是就是费审的时候那是本来李先生这个是想要请宋先生去吃生日晚宴嘛 那结果宋先生还是就不想去就让万水姐姐送了卡片去了 记不记得 那他跟这个马英九之间 基本上来讲那个是一个 一个就是说他们两个人有更不一样的情节 那这个万水姐姐她基于她是一个这个 这个也是一个宋楚瑜的太太 再加上她还有一部分是妈妈妈的这个晚辈的这样的一个一个角色 所以她中间的那种 今天那个联合报的黑白记说她 说她其实是非常的懂得一些这个政治上的事情 但是她不找痕迹 我觉得她写得很对 她非常看尽人情冷暖 她难道看不尽吗 她的先生从大红人这到最后到只有30万的总统大选的选票 对不对 可是她对人的态度是不变的 她的笑容并不因为她生命而变好 所以我觉得她的身上有很多的故事 她那些故事呢 她化解的方式就让她宽容 她的宽容确实是很少见 确实很少见 我自己都都都受接受过说 她好几次这个讲某些事情的评论 那我觉得她她蛮特别 她我我我我当然觉得就是说我们这个社会给予她的恐怕 我今天还觉得可能因为他们太低调了 就是她让因为台湾这个社会喜欢有一个群众式的表达 我不晓得就是说什么时候的机会 或者我们大家都默默的表达 也或者有一个机会让大家群众的表达 但是我觉得陈婉璇女士就像如这个宋贤然 她为什么对于这个事情到目前没有说话 透过她的传员告诉大家说 不设灵堂不设功绩 然后不接受这些花束 是符合陈婉璇女士生前低调的个性 我觉得我们非常敬佩也极为的尊敬 这么不想要惊扰别人 就像刚刚大家提到了 其实她生病的过程是有一些转折的 可能是在医疗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不是处理很好的地方 但是陈婉璇女士不想追究 所以她从来不讲 但是我们看她团队有稍微透露一下 但是这就是一种很宽阔的待人的方式 稍微休息一下 在我们的现场 她提供了非常珍贵的 万水姐姐的最后身影的一些影片 稍微来我们带您来最后的怀念 今年年初总统大选最后一夜 清明党的神秘嘉宾到底是谁 不到最后一刻 不现身送出于夫人陈万水 妇女票的匿名武器 而且还是颗超强催泪弹 2000年总统大选 陈万水在万水妇女联谊会表扬支持着 边帮妇女围领巾边掉泪 让大家都想拥抱面前这位万水姐姐 我出生的时候就知道我好哭 谁给我取了万水这个名字 一点掌声吧谢谢 我高兴的时候会哭 我难过的时候我也会哭 我有一颗很柔软的心 感性容易感动 万水姐姐面对支持者的真心 自己也托付真心 就连出席清明党感恩参会 都会感动落泪 我这个人是一个水座的人 就很会流汗 也很会流泪 我特别要强调的一点 我看到各位 不是因为心里不舒服 是因为感动 水座的万水姐姐跟着宋楚云 南征陪跑三十几年 不论任何场合 带着一条手绢擦泪 夹带着微笑就是她最温暖的身影 其实我觉得镜头是最不会骗人的 观众朋友您看到 其实演的是真诚还是真真诚 透过画面很明显的看到 万水姐姐她就是这样子 就是讲话轻轻柔柔的 但是都会让你觉得说 她是很真心的跟你在做一些互动 黑白姐今天唯一提的就是 万水姐姐好走 我们知道联合报其实过去对宋 这段时间里头很多的指教 但是我们看这一段怎么写的 她说宋楚瑜是个千面人 但陈万水始终只有一张脸 宋楚瑜的争议性极大 但陈万水不受沾染 始终维持她自己十分稳定的社会评价 这与一般政治人物的牵手 应夫而容 应夫而入不同 陈万水有自己的品牌与形象 因此即使在宋楚瑜陷入极大争议的时候 她仍然是宋楚瑜的加分 陈万水有一种看透人情的事故 但是在手法上又不着很远的本事 这一趟云霄飞车的人生之旅 不知道是否难倒了宋楚瑜 但好像没有难倒陈万水 万水姐姐好走 我觉得这是大家对于万水姐姐的一个祝福 刚才周姐特别有提到说 这个万水姐姐爱唱歌 我要问一下宾宾安峰 因为你最后的几个月 常常跟万水姐姐做一些互动 万水姐姐到底喜欢唱些什么 跟你们这年纪差一节 她的话你们的话题是什么 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当然是唱我的歌 她会唱你的歌 都会唱 你看影片他们是真的是拿了歌词在那边 是指引荣里原的歌 对对对 那张就是书二倒饼专辑 谢谢你啊 美丽台湾啊 这个苏妍主席也会唱 然后莫水姐姐也会唱 然后我最记得就是她真的很爱哭 怎么说 她真的很爱哭 太感性了 对然后像 而且她是 其实我说像妈妈一样 其实她有时候又像小孩子一样 我们上次拍SF的时候 她平常很会讲话跟我们聊天 她是闲不住 在化妆师她 这个请她不要动 她就是一直跟她聊天 可是当她面对镜头的时候 她非常的紧张 就一直流汗非常紧张 然后一直NG一直出来 所以她是不会做作 她不会装 她完全就不会装 然后跟你互动 就像个太阳一样 任何人 她都可以马上跟你打成一片 任何人都觉得很难 而且就像刚刚几位这样 她真的是 你觉得她就是 真心的 真的 真的不是跟你敷衍 你不是风场作戏 我想问一下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个宋主义先生非常固执 这是湖南骡子啦 你有看过 这个万水姐姐 怎么劝宋先生 有一些事情上头 要做或不要做 你看过他们这样的场景吗 劝 这个都是没有看过 但是我们就想 这个最后的CF 我们要请那个万水姐姐出来 因为我们经费不足 所以想 这个请万水姐姐出来 那个加分一下 那时候我们就跟主席沟通 那主席就说 问万水姐姐 她说好就好 我后来慢慢决定 她说好就好 非常珍重太座大人 对对对 然后万水姐姐真的是 就是说她病情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我们只要每次跟她 但我们不敢要求太多事物 我们知道 但是只要是我们提出来 比如说我们排好 她只要说没问题 只要你们先排好行程 只要那天天气 真的不要太冷的话 因为那一阵子非常冷 我就一定会到 真的每一次我们排的 比如说台北车站那一幕 刚刚我们看到 那天其实已经非常冷 她真的 我们是在 我们有做幸福车站之旅 从台北车站出发 全省车站跑一遍 对 万水姐可以在社载门口吗 我们其实只是有剩页 我们只是要拍个纪录片 MV 我们说那今天有开始的时候 你就发车票 幸福车站车票 刚才所谓助理幸福 可是我们停机的时候 她还是一样 每一个都在发 是 到最后变成是无法控制 整个排队 队伍非常地长 整到进到台北车站里面 真的是全部人都围过来 她本来只是要笔划 拍摄一下 但是还是很认真的 跟选民 比我们那些学生跟务 effect 还认真 她真的发自内心 很诚恶地去发 然后他一走到车站里面 那真的是轰动 全部人都围过来 一看到大家一叫 万水姐也来 全部人都围过来 那时候我就搞不定 这有党派之分吗 怎么全部台北车站 全部都挤过来 是 我另外一个问题 想要请教阿峰 就是说其实宋政麦跟宋政远 照道理说 他们其实父亲母亲 这么的有名 可是很特殊 他们都非常非常低调 要不是有之前新票案这个事情 大家都可能快要忘了 他还有这一对子女 因为我们知道 包括宋政麦小姐 他都辞掉了教职 这几个月来照顾母亲 所以您看到就是宋政远跟宋政麦 跟妈妈的相处 是不是那个很亲近的这个场景 可以跟我们稍微说明一下 这个我们倒是没有 包括你们都很少看到他们吗 低调到这种地步吗 我们讲就是你 以现在上这个 在台面上的人物 做官的或是有官职的 你说哪一个家庭 可以像他们这样子 这么印象 你说陈志忠好了 你说那些其他人 一相信之下 真的我们就很清楚 明显意见这种家教 这种感觉 而且我们刚刚有看了 以前的纪录片 跟温水姐姐聊天 她说她的妈妈给她的教诲 就是很简单 就是自己做事自己负责 就是万水姐姐的自己家的家教 她的母亲教她的 所以自己做事就自己负责 他们家教就是这样子 自己是自己负责 那我想这是非常好的 这个是很显示她的个性 我们其实大家看 这是中国时报 傅建宗 上个月6月29号 写在中国时报一篇 美丽却感伤的回忆 傅建宗是中国时报 是我们的前辈 驻美 驻美已经 马上九当协生 台大协生去美国访问 他就访问了 他就访问到马上九当协生时代 马上九今年62岁了 你可以看傅建宗都资深 我们都叫他富老 那过去我们在中国时报 只要他的文章 我们都要全力拜读 上个月29号 他就写一个美丽却感伤的 其实让很多人下一大跳 我那天看的时候 我自己下了一大跳 我以为 我又发生什么事情了 对啊 因为我们那时候感觉就是说 这个好像写了 好像是已经 已经过世的人 我们那时候有点这样 但是他这边其实也写得非常好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宋楚瑜在美国 在伯克来读书的时候 他跟宋楚瑜有交往 你看这些都是各报 派在 派在华府的一些特派员 那他 他现在在回忆 富老在回忆 他说宋楚瑜在台湾政坛的地位 也跑得高 加上他的职务敏感 而他又非常重视个人隐私 所以人和他直接联络的机会 很少 他在讲宋楚瑜回台湾以后 那有时候年中写圣诞卡皮子 赫连注意都是由陈乱水指笔的 他写一首坚修而又潇洒的字 见智如见人倍感亲切也 想到即将成为结想 不禁暗然神伤 胡健中的小孩出生的时候 他女儿出生的时候 老大需要人家来代料 是陈乱水主动 说帮他愿意看顾他的小孩 那所以他们两家其实是蛮亲密的 但是因为他的讲法 让很多人都感到非常伤感 有啊 其实 傅健中写那个这篇文章在上个礼拜 上个月 不上个月 就是六月底的时候 我就已经知道 差不多 因为我也问了亲民党 那个 那个万水姐姐的一些病情 但是他们那个时候始终不讲 他们非但始终没有告诉我 况且他们也是说 这个事情还是交由宋先生处理 他们不敢帮万水姐姐 跟宋先生来表达任何的意见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我们就必须要讲到万水姐姐 你要知道万水姐姐的弟弟 是专业制作人 专业制作人 他就不准他包台 因为他那时候沈主席 他就不准他包台式的节目 然后他还电话打给台式的高层 也打给新闻处长 那个相关人士 他说 你跟他们讲 说只要我的家属 有对于你们有非分的要求 你就说我们夫妻两个 不同意你们这样做 有什么事请你去找省长 或者省 不 省主席 或者找主席夫人 从这一点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 陈万水坦白来讲 他对宋先生的确是有加分 小董你不要忘了 宋先生去出席 李先生 李登辉先生的晚宴 万水姐姐是支持的 然后甚至于万水姐姐对马银九先生的一些作为 虽然不满 他还是劝了宋先生说你要不要跟马先生去好好的谈一谈 这些都是他默默的在做 只不过听不听 那是由当事人来决定 他的低调是 其实是传统的 就是说 宋正远结婚的时候是在夏威夷结婚的 那他结婚的时候是宋处于正在这个最红的时候 因为是民选省长的阶段 对不对 就因为如此 所以他们就一直保密到这个 远在夏威夷结婚就故意的 那更别讲说宋先生他的弟弟啊 妹妹啊都为了这个哥哥就牺牲了这个在台湾的事业 很多人就故意都不回来了 陈定中我是认识的 陈定中因为他过去有一位这个太太很有名是田丽女士 他自己亲口跟我抱怨过 他说他其实是做这个影视传播的公司 可是他说因为有这个姐夫 他反而更倒霉 这个是这个是真的 就是说万水姐姐如果你知道夫人有的时候是加分 有的时候减分或许是这个社会的苛责 可是陈万水他就是可以做到那种 那种好像好像他就能够很不在乎很多事情 然后很不着痕地吸收了又就是化解了 他在群众的很多贵妇人中间 他也不会不安 对不对 可是他走到菜市场里面 他就是一个万水姐姐 也很融合于大家 他是他是彻底的去好好的学过台语 他可以听台语听得非常的 百分百 南部啊 对 而且他还学过日文 所以他的基本上他的日语也是蛮流利的 那只是过去就说 我当然因为宋先生那个人是因为戏剧色彩很浓 所以有一段时间大家这个就比较忘记了这个万水姐姐 后来等到他最近这一阵子有住院的消息传出之后 其实大部分人都在等待的这个消息的同时 其实也都在回忆这个陈万水这个人给台湾留下的是什么 就说他留下的是什么 他留下的是官夫人可以做的这么恰到好处 是 所以我觉得陈万水女士她个性非常的活泼 但是她从来不越举 因为我们看到台湾这一些 不管是第一夫人官夫人 好像在过犹不及之间 大家都会有一些批评跟指教 但是陈万水女士好像总是一个 掌握到非常精准又细腻的一个平衡 阿峰今天在我们的现场 继续的我们得来欣赏一下 就是陈万水女士最后有一些非常非常珍贵的画面 那些身影是什么 我们带你来看看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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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像月亮一样 照亮我家门窗 身前多我 谁像法书爱的光芒 哇 差一点 好 我们看到的是陈万水女士呢 在这个最后生病的时候呢 要拍CF 然后要到现场呢 跟民众在拜托的时刻 有非常多很可爱的画面 因为这个 背马阿福帮他们拍着CF 就NG的时候 做出了一些非常 俏皮的一些鬼脸 所以我想要再请教一下周姐 就是我们常常看到这件事情 真的是有时候是吊诡 陈万水女士跟宋楚瑜先生 对待朋友 可不能不说很亲切 可是对于这一件事情 她要离开 或者是说 低调到这种程度 或者是像我刚刚跟阿峰 直接请教 我说 你们选举完之后 有没有再见过这个万水姐姐 我也跟很多 我认识的亲民党朋友 很多人都说 真的没有 我说如果过去 跟宋先生这么近 为什么在这个时刻里头 都没有探望的机会 我觉得就是想要 凸显出来说 他们真的不想打扰人家 或是 为什么在这个时刻里头 反而要跟很多 关心他们的朋友 保持比较相对一些远的距离 其实他的宋先生 他的私生活 他们的家庭生活 其实是有某一部分 是一直是 一直是外界所不知道的 那比方宋真远 宋真迈的事情 其实是某种程度之内的 让外界知道 那宋先生这个性格 应该是跟蒋 金国先生这个训练出来的 你知道金国先生 对于这个方良女士的 那种这个约束 我常常听这个宋楚瑜讲给我听 那连这个方良女士 这个打麻将啊 打高尔夫啊 最后都不准了 那宋先生她后来 自己也不去打高尔夫 因为高尔夫是一个 令人这个反感的一个运动 那个在这个环保上面 对也有阶级的感觉 其实其实万水姐姐 她也喜欢 她也喜欢打麻将的 她那个只是后来 她就比较不强打了 那我觉得这是他们的 他们的基本上的 某种自我的保护的 一个阶段 但是宋先生她 她并不是说 阻绝外界对她的关注 而是她要求完美 她一定是希望把这件事情 她的情绪调整到 某个程度之后 在自己在 她一定会找到一个机会 跟社会大众 跟这两天 甚至于未来 非常丰沛的台湾的民众 对万水姐姐所流露的 那种追念 跟那个怀思 她一定会表达的 以我对宋先生的了解 以她的个性 只是宋先生今年也才70岁 我这样讲有点政治 就是说 其实宋先生她很可能 因为万水姐姐的过世 而让她灰心丧志 但是如果这个社会里面 有一些 可以让她发挥的地方的话 我相信宋先生还是 立刻展示高飞的 她是那种弹性很强的人 但是万水姐姐 真的是好走 她值得 因为我今天听到 太多的朋友对她 就是不管认识不认识 什么年纪 老弱妇孺 大家对她的 都是失落的感叹 跟记忆 高雄有个地方叫草芽 草芽大概是高雄市里面 最草根的地方 过去也想过好几个 有名的名利代表 像苏毅住 就是非常草根 过去沉乱水 其实小时候就在这里长大 所以很多人讲说 为什么她到菜市场 到一些台湾的一些角落 为什么那么容易 跟人家打成一片 因为就是来自那个地方 那种最人间底层的生命 大家都接触过 然后你可以看到了 就是我们的万水姐姐做了 让人家非常不舍 但是我其实看了个 刚刚阿峰的那个影片 我都觉得蛮感伤的 但是我们其实在讲 这些经过的时候 都会记得说 有一位万水姐姐 曾经在我们的生命中里面 住足够 这个就非常重要了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 其实也是发生在高雄 林医市案 后来演变了出来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在质疑说 特征组好像没有到高雄 去办案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等一下我们也借您了call in 马上回来 每一年都定期的 特征新加坡去看一下儿女 这前阵子她本来要离开了 我还特别请她 要暂时留下来 这次收贿案爆发后 当时还是行政院秘书长的林医市 召开记者会诚心 还找来办公室主任聂存贤 帮忙背书 但就是这段话 让特征组怀疑 聂存贤涉及海外洗钱 发文给爱格蒙组织 请求协助 近日内已经收到回文 并翻译完毕 虽然特征组不愿证实 但却两度约台聂存贤 道案说明 神情看来有些紧张 收获拳头紧闭双唇 快闪尽到特征组 在立法院服务将近20年 资历相当丰富的聂存贤 仁存聂工 是林医市得力助手 两人不只是主同关系 很多时候就像是林医市的分身 无论是选民服务 还是和政府官员联系 甚至是安排行程 往往都是她一手包办 除了约谈她 特征组也缤纷实入 再度南下搜索 到中刚拿取资料 由门外界一度以为 还要到林医市老家 以及服务处无权证据 不过去指示烟雾弹 根据了解 这次的目标 还包括从未曝光的对象 而且搜索地点 不仅限于高雄市 还有中南部其他县市 因为检方从爱格蒙组织 给的情资中 发现多个可疑账户 分布在不同的银行 到底林医市 还有多少个藏金库 就等检方查个清楚 好 确实林医市的案子 其实我们每个礼拜 在周末开讲时 都会讲说它的重点 我们很想知道 林医市这个案子 如果还有一个 所谓的污点证人的话 到底有没有查出 更多的共犯 或是有更多其他的 跟林医市资金 就不符合更多的一些往来 但是似乎这个案子 有点鸭子滑水的味道 反而更多的是 听到吴敦义的名字 但是我们现在 一定要抓回来一件事情 就是特征组 最近办案办得怎么样 因为它有全国民众的期待 我们希望案子 能够水落石出 那这个 我们素务议员 今天在现场 我想对于这个案子 过程当中 它当然也对于 特征组的一个办案方式 案子到现在 已经算是 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有人说特征组 怎么好像 这个没约谈 那个没约谈 都没有再办 真的是这么 没有章法吗 我觉得 就我对特征组的了解 当然很多的 朋友对他们 有一些批评 不过我觉得 就这个案子来讲 我认为特征组办案 并不一定会没有章法 我觉得他们掌握到的资讯 会比我们想想来的多 那他们大概是 全体总动员 所以他们并分挤入个人去针对 所收集到来的一个证据资料 然后好好再去做一些确认 跟做一些调查 我觉得这个案子 应该很快就会有一些结果 所以我刚刚讲的 用的形容词没错 是鸭子滑水 因为他掌握的证据资料 会比我们要来得多 很多 我觉得有些人都是 好像是凭很多的想象 然后来去猜测这些的案情 我觉得不用这样子 因为特征组一定会用最快的速度 因为这个案子是众所矚目 甚至于我觉得 觉得说特征组应该 除了这个案子以外 是不是有涉及到其他别的案件 有一些不法的情势 能够 比如说可能请雄简 再去做一些 他们职权范围里面可以调查的部分 一并把其他有一些所谓的弊案 都一并把它找出来 对 但是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因为特征组选线的那些办案方式 就是我们的印象就是从媒体来 那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呢 比如说有些人就会觉得说 我举个例子 沈若兰去弄个指纹手印 还要弄两次 表示你特征组就有问题 对不对 你第一次就应该把指纹跟掌印一起做了 后来发现说 掌印没有做 再叫过来再做一次 会有人这样讲 然后也有人讲说 那你 林仙堡已经搞了一个多月了 林仙堡 对不对 老神在在 老神搞在那边等你约谈 你也从来没约谈过 一个多月了 就很多人就会有这样讲 然后内存贤内主任 老内 他怎么样 他也被你约谈来了两次 你该问第一次应该也都问得差不多 为什么还要再问第二次 而且问了一下就走 所以有一些办案的方式 包括有一些跑社会的记者或其他友台 大家就开始指指点点说 这样这个特征组好像有很多东西没有办 甚至中刚为什么有些人不谈 那这个东西到底他整个思考大概在哪里 回闻你有没有讲话 董哥是这样子 基本上我觉得这个案子 我用结果论我会比较放心 因为在侦办的过程里面 各界很多批评 有人持正面表列 负面表列什么都OK 像我是从一开始我认为 不会有什么很好的结局 我真的是希望我 我又研判错误了 然后又要被各位谴责 说你不是走社会你怎么看不到 看走眼什么 我很乐意这样 但是顾米这个我当时有我的把握 刚刚赖律师讲的 其实逻辑上有个问题就是说 特征组继续查 可是很快就会结案 如果继续查的话就不太可能很快结案了 我是说其纳别的案子 特征组以前都这样子糊弄我们 像高杰的案子 都已经炸弃这个定验了 像穴长亭的案子特征组都摆在哪里 扁案也摆在哪里 所以我跟大家讲 这个时候会被媒体误导得非常严重 这个是上个礼拜五的联合报 说在林医师家查到死亡笔记本 这个我们在节目中都讲过 说没有外传的 这是成功大家讲的 没有外传什么五位检察官 或五位检察官的名字 这是一个礼拜前的联合报 特征组也早就否认过了 董哥我必须讲 我今天看这个有台的新闻 那你要转一转去 今天晚上的3D新闻 还在讲说因为不是扣到7500吗 7500减6300是1200 他说1200是不是这五个检察长的关说费 不是就跟你讲没有的吗 那你线上做带子的记者 你都不看特征组 你也不看报纸的新闻 你不是很喜欢说 你可以去研判这1200万是哪里来的 这多的是什么 是不是有别的案子吗 但是已经否认了 陈宏达已经讲两次了 没有检察长跟检察官的名字了 那你要掰那1200万 你可以掰别的角度 所以我说这一段时间里面 因为有台是这个 没有比较 他是疯狂的在做这个林医师的新闻 他主要是林医师吧 还是在讲吴敦尹 后面已经变吴敦尹了 他整个这样下去做 他一定要在里面做文章 董哥你知道我们有时候没办法知道 有时候自己要有点想象力这样子 所以观众朋友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是我的结论就是说 你会发现啊 你最近这一个多月看到林医师 吴敦尹的这些新闻 跟最后你拿到那份起诉书啊 你说这是同一个事情吗 是但是有一个部分 我们还是要来继续挑战一下 就是说我们不需要把这个 没有的事情当成有 如果特征组出来否认的话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相信他们的说法 但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我还是要再抓回林医师案的本身 这个案子有个陈启祥 他是污点证人 他真的有送钱去 而且他也也没有否认的说 他送钱的人 其实不只是林医师一个人 所以我们这样问的就是说 当初这个案子呢 可以知道在地方对一个公司 想要跟这个国有事业 去买一些这种废钢杂等等 他是包山包海的去动员 不同系统的民意代表 甚至官员有不同的势力 那我们就想问 这就是案子本身呢 那请问一下 曾经被去官说的那一些民意代表 或是地方官员有没有在查 这些高雄在地的民意代表 有在接受被调查当中吗 这样子 特征组他查案不能根据传闻证据 他必须要根据陈启祥的 那我是分成五个界面 第一个他跟中刚相关的人事 他们会面的场景是在哪里 去参与人事是谁 陈景祥假如讲出来的话 我讲的是假如假如讲出来的话 他就要开始补强证据 巩固证据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 我刚刚一再讲 过去一再讲 所谓的资金流向不只是台湾 况且要从国外爱格盟 如果当年新加坡那批资料 他不给台湾的话 就在那个地方断点 如果爱格盟 我讲的是如果 如果爱格盟 他的资金的流向 他传回台湾 跟陈启祥提供的吻合的话 那当然他要巩固证据 这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 现在特征组他在查 所谓的合约跟废料之间的问题 因为陈启祥不管怎么样 他对陈启祥先后两次录音的罪证 都讲得清清楚楚 这个是合约跟废料之间 是谁在调 那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 除陈启祥以外 除陈启祥以外 谁还在调这些 所谓的废料的问题 我想这四点 应该是特征组 现在要巩固证据的关键时刻 是其实陈启祥 这个他的家里头也是被搜过 而且以陈启祥这样子出手的方式 很多人在讲 他如果真的有到处去打通关节 包括林义士 包括其他人 或许有一个像账策这样的东西 就是说或许他谁有打点 多少钱 什么时刻都有记录着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当然林义士本身一定要继续追究 他除了这个案子 有没有其他案子 但是是不是有很多的高雄在地的民意代表 或是官员也有涉入 我觉得这次要把它弄个清楚 我们接听的意见 桃源的刘先生在线上 刘先生您好 请说 司法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给我的感觉是一个腐败的司法 等到国民党又执政了之后 司法给我的感觉是一个无能的司法 为什么呢 你看这个门神嘛 对不对 查到最后 那个高雄县环保局 居然对地永可以开了 那么多张罚单 他没有关门 你想想看 如果我们一个小老百姓 我们随便开个公司 卫生局环保局 对我们开罚单 我们敢不做吗 那他为什么敢 他为什么敢 感谢您的意见 所以我们刚听到这些 就是我们的怀疑 这件事情 不是只有灵意是而已 就是他其实一个是结构性的 去包围 这个相关的人 那谁去包围 有哪一些人陷入 这次要查清楚 彰化的张先生 张先生您好 请说 你好你好 董哥好 你好 我看这个 初孙族应该不要给初孙族 还要给万孙族 因为你像头家 初孙族 你们这里大家说 尤其我们 那个张有华 他这个又有力 你初孙族这个扮演 这竟然比起来 我们这些都拿到没办法 好 谢谢您的意见 但是我们必须要说 案发其实是差不多一个月了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给特征组 一点信心 但是我们要给他一些压力 就是有一些事情 一定要适宜 基隆的吴先生 吴先生您好 请说 我们支持司法独立 我们也给特征组鼓励 希望他们能够完成 那有一些为 为那个政治服务的法官 会为政治服务的医生 希望他们辞去法官 检察官 医生的职务 去专心搞政治 好 谢谢 感谢您的意见 台北的方小姐在现场 方小姐您好 请说 您好 我想要反映一下 我想是不是跟法务部 提供一个意见 是不是那个不能 陈启祥凭什么去 甩人污点证人 那是不是反映 每一个人都可以 一手拿钱 一手 他如果这一手 仓污 所汇了以后 他没有事 那另外一只手 他就可以 他就可以 胡搞瞎搞 感谢您的意见 其实就像惠文常常讲的 陈启祥到底是给了什么料 让他可以转污点证人 这也是要被解释的 将来有法官来决定 不是说特征组 我要回应顾明一句话 刚刚达到一半 谢谢 讲完就换别人讲 顾明说 这一次要查清楚 乱记起来了 那我都想请问顾明 哪一次查清楚了 所以基本上 我们如果一直奢望下去的话 就是要继续监督 所以没有一次查清楚 你希望这是第一次 陈辉文是很悲观的 老实说我们也不乐观 但是继续 媒体的工作不就是监督 但是媒体不是制造不实的新闻 我们是要监督 这才是要搞真的 我们稍后带你来看一下一个现象 最近很夯的一个地方 是金门 是董哥的故乡 听说地皮都炒到那里去了 我就要问一下 董哥 有没有买很多 你是不是买了很多土地 因为听说现在一平不得了 可以跟台北市有些地方来相比 马上要回来 不客挤爆金门特产店 消费力不容小觑 到了财神爷来访 开店的老板荷包赚满 相对的店租也开始涨 房地产跟着飙 金门房价现在很贵 像我们那种年轻的人 根本买不起房子 目前就是在市区 靠近马路的这个房子的部分的话 一栋扣天三层楼 就要三千多万 金门地价有多夸张 不说你没感觉 像这个社区大楼五年前八百万 现在一千五百万 三层偷天错看起来不起眼吗 六十坪可是开价三千万 店面租金更是暴涨三倍 甚至吸引大陆企业进驻 从去年到现在大概涨了一点五倍左右 其实不合理 因为对于不管是来这里工作的 还是来这里读书的压力 其实都很大 金门县的消费已经不输给台北市了 不只四十五平的偷天错 从五百万涨到近千万 就连老公寓一平也要三十万 直逼桃源房价 这样的价格也让金门地价指数成为内政部最新都市地价指数第一名 涨幅百分之五点七三 比新北市新竹县都还要高 事实上因为小三通的关系 近几年到金门的游客倍数成长 从一年一百四十五万人 四到现在一年可是有三百七十四万游客来去匆匆 只是拖游客的服务 不仅观光产值高达八十二亿 连房地产都水涨船高 让金门变经济 哇 这新闻出来很多人在问我 刚才有什么一片包 老实讲我也不晓得 董哥 你们买很多地 你先坦诚了 坦白充宽了 我们家的地在清朝时候就很多了 就是这个时候 我意味到的是他跟他还未婚 然后他还未婚 不要再跟我促销了 我们的地都农地 但是 我们家的地主要都是农地 但是 可以申请变更 没有 我们不敢 怎么敢 变更报纸就登出来说我们用多少 二十一 对啊 绝对不敢 我们看金门变经济 这是他的标题 皇下五年 欢倍 然后店面租金涨三倍 设计大楼八百万到一千五百万 三层透天处六十坪 哇 六十坪三千万 这现在完全是像可以在台北市出现的房价了 对啊 这个在新北市啊 台北市可能比它贵一点 但是新北市真的戳戳有余啊 你看三千万 这是在金门的哪里啊 等一下啊 对啊 那我们其实在看 四十坪的透天处五百万 到近千万 公益住宅 公益住宅哦 每瓶八到十二万 二十到二十五万 这个大概超越桃源 就是他讲的 其实金门的地皮被炒并不是最近 大家都以为说小三通或怎么样 不是 好早就有了 速度有印象 因为我带我的朋友 他们大概十年前就开始在金门陆续投资 所以其实我觉得金门的一个房价飙涨不是现在 那当然去年是因为有小三通 然后又有那个自由行 那很多路客又过来 那所以导致说 他也占有他一个重要的观光的一个枢纽 所以那个地方现在不是听说 是不是什么屈城市啦 八十五渡溪啦 很多连锁的大企业都已经进驻那边 因为路客来啊 来观光啊 到金门很方便啊 所以那边就 当然就形成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 炒房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不过我觉得他很早以前就陆续续 只不过是今年更加的一个凸显 他的重要性 那但是我还是有一事不明 跟各位请教一下 就是说金门这个地方 现在是想要做观光客的生命 那地皮这么贵的话 主要是想要买了之后 盖商店吗 还是说要盖成什么民宿旅馆 他到底是想要再赚什么钱啊 金门基本上是应该都在 财团都在炒地 因为在十几年前 财团都到那边去圈地 圈完地以后就开始养地 然后尤其是在民进党时代 那个地价就开始慢慢的上升 除了小三通因素以外 还有他游乐的设施 还有他靠近那个闽南的腹地 所以金门是因为地理条件 那最重要金门县是唯一没有负债的县 然后每一年金门高粱配多少 然后发那个八万块吧 我们都在动懂这个脑筋玩 等等啊 等等啊 这些 都没有拿过来 对不对 不能讲久啊 你还未满十八岁 对 所以呢 所以像财团还有他的福利政策 最重要的是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因为今夏现在大概半日 我们过去从台湾到那个金门 我们坐船要一天 我们当兵的时候 那现在不用了 现在厦门又到金门 然后在今夏大桥一建的话 那就不得了 那地价一定会 可是我董哥曾经说 这个今夏大桥 如果真的是建起来的话 这个有点不太可能 就有点像引这个清兵入关 直接通了这还得了 所以我想问的是 到底谁在这边买地养地圈地啊 很多台湾的财团 蛮多的 真的啊 全部都是台湾的 而且蛮久 跟友华讲的那个时间 对军差不多快二十年了 真的哦 友华有人找你 在金门去买地吗 那个时候差不多一平 差不多一点二万 一点二万 一点二万 一平一万二啊 一平一万二 一万二 一平一万二 他是说这样子 我们个人投资 差不多一千万 我们去圈地 那圈地呢 然后我们去金门县政府 去翻那个图号 一看 那个地方可以盖饭店跟游乐设施的 刚刚好在金门县城的那个 就是靠近码头 那个过了握头 那个九宫码头那边 水头码头 水头码头往那个猎雨的方向的那个 那个地方离金门大概坐车七分钟不到 差不多一平一万二 然后就可以签地 这是十几年前的价钱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新闻呢 给我的感触是说 当这个新闻出来之后 我们的中央政府 我们的政府 你是怎么想的 因为人家这个草地皮的彩盘是看到二十年以后 那金门这个地方 因为我常常要去厦门的时候 就从小三通去很近 你早上坐七点多的那一班飞机 那几乎十点多 十点半不到 你就到了厦门 你要办事情的地方了 你看多快 然后那个 尤其是现在那个港口 因为是民间经营的那个金门码头 我告诉你 那个所有的免税店 已经在短短的这个半年之内 它已经翻了好几番了 就是扩大到什么产品都有了 非常漂亮 你无法想象的漂亮 我上次去的时候 是跟宋先生去的时候 那是十一年前的时候 你现在去 机场 你从机场只要坐上那个 我都是坐这个计程车 那司机就会很开心的跟你讲 这里现在啊 这个房子很值钱 今天你要去买 问题是我们政府怎么想 刘兆玄时代 你记得吗 他曾经说要把金门发展 成为一个非战地的 一个观光的那个 什么免税中心 那金门其实是可以发展 真的是赌场的 可以发展游乐的 可以发展一些 我们的这个自由贸易的 免税的地带 只是马英九总统的这个政府 你的脑袋要不要解放 这个不要再那样反动 那那个基本上来讲 这个新闻的背后是 我们的政府怎么看这件事 事实上很多的大陆人评估过 从厦门到金门来 这个买那个免税品 或者是从厦门到金门 来感受金门独特的风味 就算买金门高粱就好了 都是一个非常方便的 因为我们坐那个船 就是只有600块钱台币的 那个票 而且很快 你到武通 从金门到武通 就半个多钟头 就很快很快 交互之间是很快的 只是你小三通 你打破了政治之后 你的长期政策是什么 你难道一定要 一定要财团去炒完地皮之后 你才大梦初醒吗 难道没有一个 发制人的一个 先机的一个政策方向吗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 这个我觉得外岛 成为另外一种概念 例如说像金门 刚才大家提的 非常的这个蓬勃 我自己下礼拜要去 马祖采访 就是说你看到现在外岛 真的很受到瞩目 到底现在金门 已经发展到 什么样的地步了 除了是民间的力量之外 有没有像周杰讲的 任何的规划在那边 马上回来了 讲中赞看毛泽东 李当怀和邓小平 台湾的前总统和大陆 前领导人 原本网不见网 在这和平相处 另一边却是灭共宝箱 对上解放台湾 国共冲突感 就是这间餐厅的特色 而在奶茶里 加入金门高粮 这杯毛泽东奶茶 也是餐厅招牌饮品 在大陆的话 那个毛泽东 他睡前的奶茶 他喜欢加茅台 所以在我们金门地区 我们把它改成交良久 从装潢布置到 提供的餐饮都很有军事风 但不只是餐厅会出奇招 这里民宿也提供军服 让民众拍照 20年前 抽中金马奖的军事记者 看中金门的商机 顶下古厕开民宿 子弹和战士手册 当装饰 沙发抱枕 都是泥彩风 放上妇科版的精神标语 不止台湾人喜欢 陆克也爱 越赚四十万 房门是参考以前 十万大军年代 那种部队的番号 比如说 两八四四 三一九四 也蛮多老兵 回来就指定 要他以前当兵 那个番号的房间来住 而金门县政府 也看上废弃营区 准备来个大改造 要让去年 82亿的观光产值 再冲出新高 带有国会的司令台 以后是七弹 生存游戏场地 连长室和排长室 要变成军事展示馆 至于阿兵哥的旧营房 则是雷射光 涉及练习场 原本的南山运营区 将要变身成为 以步兵为主的游乐园 预定今年十月 就要完工开放 毕竟两岸军事对峙 已经是历史往事 利用陆克的好奇心 金门要把战地变商机 哇你看 这个金门 跟马祖有拼啊 顾名宜下个礼拜 去马祖 马祖那个胡沃港 我最近碰到一个 马祖的朋友 他说我们胡沃港 跟你们金门不差 一瓶二十几万 真的那边也有 马祖也超前的 大楼对 你看光那个赌场的消息一来 就很多 很多有利的东西就出来了 金门你看航空人次 过去140万 现在224万 海印人次过去5.4万 现在150万 成长27倍 因为很多大陆观光客 大陆观光客过去多可怜啊 像我们早年 我们去夏本 十几年前去夏本 他说你们那个一定很好玩 他们不能来嘛 然后碰到一个 就跟我讲说 因为他常常看我们节目 他认识我 他说小董 你等一下跟我坐船 我们来看阶下海域 他们只能坐阶下海域 看金门不能来 在那边绕 在那边绕 在沿沿看金门 绕绕三个分钟 对 那现在都可以上来了 所以你看海印人口 航空人口 人潮就是前潮 这也就是他能够潮起来的 那个 昨天 有没有长地金门 对我常去啊 因为我那个 但是我每次去 这几年有没有觉得改变了 改变很多啊 我每次去的时候 都会跟人家讲 我朋友是董志生 他们都认得了 没有 没有被骂了 没有 我们一落地就说 我是董珂的朋友 就有来 最好笑的是 董志生的朋友去接 他的朋友 然后顺便把我接去了 然后去了就去吃那个 那个面线 你要知道我是大学的时候 就去金门了 那个时候你大概才读 那个小学 对 不孝战斗营 那个时候就去金门 而且是做船去的 对不对 那现在去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我是觉得那个 那个商机的那种感受力 是非常强的 你的感觉到就是说 你进了金门 你会觉得这个地方是可以观光 可以开发观光的 所以我刚才讲我们的政府 或是李沃市县长 是不是有什么更积极的作为 就是说最重要的还是在我们的总统府 因为我听那个蔡振元 蔡委员讲过 他说因为我有次跟他私下问金门的发展 为什么不再进一步国民党执政当局 他说他跟马总统提过 说你只要把那边弄成自由的这个免税区 然后这个有赌场的经营 然后再加上那个购物 就可以让金门发展起来 而且你把那个闽南那一带的观光客 都送过来了 这个厦门那边的 因为厦门它的港口有好几个耶 因为他们厦门当时为了应应我们的小三通 它不止那个现在的这两个港口 它还有好几个没启用的港口 要做这个轮船 那如果可以做的话 那金门的这个发展是 就是说它的经济会富裕繁荣的 可是蔡委员说 他真的跟马总统建议过 不过马总统说 我们不做赌场这样的事情 所以就 对了 第一方对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国益疗款还没有过 这个立法院里面 我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因为别的国家都在非常紧急的在动 就像我们以前讨论过新加坡 马祖那个赌场的公投过了之后 就是一个社会要有一个气氛 你这个气氛就是说 拼经济是拼真的 不是这样假的 就是说金门人我相信是有信心的 对不对 那金门有很多小四合院 那我是希望说 金门是不是你可以鼓吹一下 那个县长 有一些该保存的东西 要把它保存起来 不要让财团把它这个炒作掉了 对不对 那有一些可以开发的地方 还有环保什么 这个屡台的董事生先生责任很大 是不是就是说金门有一些 他的政策上面的 其实有些人叫董哥去选县长 我说先搬 但是 我明年刚要去金门 金门就会碰到县长 所以你的意见我会整好给他 他在县长正在看我们节目 对 金门在班机现在都已经不够了 都是不够啊 他从早上七点一直到半夜都有 可是他每一班 几乎到时候都客满 因为我每个月几乎 有的时候两个月就经过小三 通一次去大陆 那就是真的是 你会觉得他的心心向荣到 好像政府没有注意 其实这金门很需要政府帮忙 我补充一下 因为这个金门的房地产 这个价格会涨 其实你看香港都知道 香港最近这几年 因为香港后来不是签了SEPA之后 其实香港房地产也涨 如果你用香港的房地产涨的幅度跟刚刚董跟你讲这数据来讲 其实还有一段距离 所以说我不是说他还有涨的空间 但是你可以看用香港当例子 不过周杰刚刚讲那个就是说 如果两岸关系继续这样子和平的发展下去的话 你可以预见说很多观光客 不是只有我们单纯这边的金门这边而已 我觉得像我们台湾本岛的陆客 陆客现在已经变成我们所有观光客的第一名 以前是日本第一名 早就把日本甩到后面去 这样的东西其实我觉得要从两个面向来看 第一个就是说陆客一直来 那我们就谢谢 谢谢光临 欢迎光临 可是如果他一旦不来的时候 或者说假如两岸关系生变 比如说换成这个赖苏鲁当总统 陆客通通都不来 举例通通不来 那房地产呢 马上就跌了 那是一定的嘛 陆客都不来 那如果开什么赌场呢 所以有利有弊 不过还有金门现在比较麻烦 有太多台湾人过去 台湾的人过去 不是台湾人 是台湾的人过去 在那边涉及 所以是出城堂房地产高涨 因为金门这个岛大概能养活多少人 我们心里有数 我们心里有数 现在他那个人口大概是 台湾是下降的 金门是上升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金门 确实是现有很好的发展 不过呢 就像刚才很多来宾讲的 有很多这个看得眼光很准的人 已经在这边开始吵了 希望我们下次再谈金门的时候 不要是因为这个地皮过刀 又引发很大的明月 我们稍后带你来看到 这件事情又是成功很有研究的 五字经去骂人 到底有没有罪呢 法官有一个很妙的判决 马上回来带你来了解 有点纯 第一次盛门 江华街道大楼召开住户会议时 两名女性住户发言护杠 王姓女子拿出手机在会场内搜针 张姓女子以右手指着王姓女子手机拍摄的方向 骂出五字经 被骂的王姓女子愤而报警 法官认为骂五字经没有提到名字 无法断定是针对谁 而五字经是没有事实基础的侮辱言论 骂人的会被认为鄙俗 被骂的顶多心情不佳 这种算是内部名誉受损 不值得用刑罚加以保护 因此判骂人的张姓女子无罪 被言语羞辱的人觉得实在荒谬 不只被骂的当事人不服 检方也认为侮辱人不限于须指名道姓 而且在公开场合骂出五字经 对象明确 让被骂的人有受入的感觉 因此检方提出上诉 其实骂人就是骂人 但是呢 这个他骂的实在是 我们如果讲出来就不得了了 所以直接遮起来 我们是告诉大家是五字经 那就是这个五字经最后是无罪 那法官认定没有指名道姓 明拼荒谬 但是我们挤一个比喻 如果五字经我对的陈辉文这样讲 我没有说陈辉文怎么样 跟陈辉文其实他也可以告我 那就要看法官的判定就是说 我没有指名道姓 这件事情就要问一下 我们这个律师赖素文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如果这样以后 我们大家就随便乱骂好了 然后我对陈辉文讲五字经 然后他来告我 我说我没有指名道姓 你不要对号入座 是可以这样子吗 我觉得这个法官的判决 我是觉得比较怀疑啦 不过因为现在检察官跟这个 要上诉 受害人都已经要上诉 所以到高院的时候 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 不一样的判决 因为比如说慧文对不起 我说你什么什么什么 就五字经 我就是指责他 那可以确定就是说 这个人我在骂是这个人 那这个罪叫公然侮辱吗 在我们现场这么多人 那就大家都可以知道 我是在指他 我是在骂他 那怎么会说没有指名道姓 有些时候骂人 不一定要指名道姓 我可以让你 大家都知道我是在指他 他自己也知道 我是在骂他 这样子不是就够了吗 而且他公然侮辱 一定有其他的证人 这些的证人都可以证明 我就是在骂他 那这样子 我不是说没有一个 把名字讲出来 不能说因为没有把名字讲出来 就不该当这个罪 把冠言之说要先喊名字 比如董志森 我12345 你一个字这样子 问题是他是有指他 他有这样指你 你要先嗆名 所以刚刚民意局那个例子 其实对我来讲就不适用 你说你骂我五字经 冠例上我会回你七个字 所以应该是你告我才对 那你们两个 你们两个就不够 我不晓得 我不是很告嘛 你们自行是什么东西吧 你们自行是不应该这样吧 我觉得这个判决本身 除了很奇怪之外 法官的背景我就要了解一下 因为这种罪是这种轻罪 法官他独认 而且这是属于告诉乃瑞 对他独认 他就去看看 是不是法官另有隐情 因为董哥我觉得 就是如果你说干了十年的法官 还做这种判决 我是不太相信 对啊 因为你可以看嘛 他说法官说他没有指名道姓 所以没有办法断定是针对王李 那张黎骂那五字经 旁人可能认为张黎很比赎 所以刑法禁止人民口租而言 但是不能处罚比赎之人 所以他觉得值得生死 那检方 他说侮辱人不限指名道姓 张黎是用手指指着 拿手机收证的王李怒骂 对不对 而且张黎都不骂这五字经 主客官都足以死亡理收入 因为等于公共场所 然后刑法公然无路是高速乃论 不能因此认定法律 构度扩张小刑法 所以那一篇报道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没有写出法官名字 对对对 你把法官名字告诉我 我将来碰到他 我当面就跟他 五字经我就送他 我就是这种个性 然后我看你怎么告我 我让所有的法院的人 看我当面 这样跟你狡猾 看你怎么来对我 对不对 马上就见正章了 这四个我们是很懂的 那你讲的有道理 可是如果从另外一个面 宽厚的面来讲 法官你看他这一句话 他就是说 处罚笔俗之人值得深思 从法官的意思来讲 其实我这里面对对方 已经用了笔俗两个字了 那他的意思就是说 笔俗这种评价 比那个判罪还要严重 那是比较高端的这种 这种这个评论 那我想如果他有正面的想法 他可能觉得很烦 那就是台湾社会最近几年 都为了这些国骂 你告我我告你我告你 你告我有没有很多 那因为有被告成有告成功的人 有人告别人判了罪了 所以就大家就告来告去 他的意思 他的意思是这样 如果从善良面 对对对我的意思 从善良面来讲 可能是这样的意思 骂人根据事实骂就好了 根据事实骂不罚 就好比说那我骂调查局下军 那个调查局14人那个那个告我 结果结果法官判决是我赢 因为我说调查局 你不应该给陈水扁通风报信 你不应该优虜告别民意 你要讲出他的事实的 所以要有事实罪证 那个就不是公然误语 没有没有 涉及到妨害民意的部分 妨害民意的部分 因为我讲完的时候 那我是说应该妨害民意 可是那个法官 那个法官是黄茂姓的太太 对对对 那我就讲到这里 他说这是公然误诺 我说报告法官 公然误诺跟毁谤 那是两种不同的罪行啊 不一样是 对 其实我们在座很多人都被告得很难 对这些能不能成立都很清楚啦 罚令就是证明为真不罚啦 简单 就你可以骂他那个 但是你如果没有去证明 也是这样子啊 没有对没有那些构成就会滑 所以你在教人家怎么骂人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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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你骂人家 譬如说过去有人骂人家是毛泽东 是共产党 这也被判罪啦 被判有罪 喜纯美骂人家喜纯美骂人家是陈水扁 所以骂陈水扁也是啊 也被起诉啊 你将来骂人家林律师是有罪的啦 是 对对 所以要很谨慎 我觉得不管他是笔俗或者是脏话或粗话 我们都要文雅一点 讲那些其实是很没有水准 今天谢谢你看有水准的节目 感谢收看明天再会 拜拜